傅明华心中一动 心里便想 这郭嫔究竟是何人 只是园主实在是太单纯 竟然对此一无所知 他乖巧地坐在一旁 就看到崔贵妃脸上 露出几分为难之色 上回他也想见你 只是你来得匆忙 走得也快 他便扑了个空 谢氏冷着脸 没有出生 崔贵妃笑了笑 直到谢氏迟让了步 这才令人去将郭嫔请进来 郭嫔看上去三十来岁 竟比谢氏还要大一些 穿着一身粉红色的宫装 看谢氏的眼神里 带着几分怯生生的 他好歹也是无品的嫔 谢氏虽然出身江州谢家 但嫁得男人不争气 还是崔贵妃为她请了个告密 否则 恐怕要想这样轻易入宫 那是很难的 此时郭嫔对她的畏惧 就有些令傅明华意外了 郭嫔一进来 请安之后 谢氏冷着脸不看她 阿元 郭嫔看了谢氏一眼 小声地呼唤 可是许久不见你了 你还好吗 郭嫔欲言又止的 谢氏冷笑了一声 多谢郭嫔记挂了 场面一时便有些尴尬了 郭嫔眼中眼泪都要流出来 可怜兮兮的 阿元 你 你还不 谢氏不欲与她多说 看着崔贵妃就到 娘娘 娘娘既然有客人 臣服也不便打扰了 崔贵妃看了 脸胀的通红的郭嫔一眼 嘴角牵了牵 冲谢氏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阿元便早些回去 太后那里 已经派人前来传过话 说是今日身体不适 令人赏了些好东西过来 你一并带回去吧 谢氏应了一声 崔贵妃命静姑去送她 母女俩刚出蓬莱阁宫门 后的郭嫔便追了过来 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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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明华听着后头 一声一声地 转头去看谢氏 谢氏阴沉着脸 大步朝前走 身影有些晃荡 却不停下来 倒是 送他们出来的静姑 微微叹了口气 后头的郭嫔 已经有些哭音了 尼南道 我只是想问 出了宫门 谢氏还一副 心情不佳的样子 靠在马车上 车里的碧兰两人 还厚在车上 看到母女二人归来 谢氏神色凝重 也不敢说话 只服侍着傅明华坐下了 又拿了帕子 替她擦了擦手 坐在角落中 不吭声了 谢氏强撑着 回到傅府 见过了白氏 便脸如金指 第二天 谢立真便来了 她来的时候 已经是晌午之后了 听到消息的 傅明华 便先往谢氏院中 随她一块儿去 白氏院里等候 谢立真夫妻俩 是同进常乐侯府 却是分开进入院子的 谢三爷先进外园 见傅侯爷 殷氏则 由婆子引进内院之中 白氏院里的三房媳妇 与嫡初的姑娘 以及傅怡琴 都带着女儿 殷氏领着两个 十一二岁左右的孩子 进来时 谢氏的嘴角便紧泯了 眼中露出些水光来 与傅明华梦中所见的情形 差不多 殷氏约莫二十 穿着窄袖长衣 下配蓝色乳裙 外面则照青色袖白花 宽厚披薄 气质冷傲 只有在见着谢氏时 脸上才露出些许笑意 面对傅依勤等人 则是连看都不屑看上一眼 她打发了几个傅家姑娘礼物 到此时 方可见殷家富贵 几个女孩收到的 皆是价值不菲 就连傅依勤的女儿 都得到了 给白氏的 则是一张礼单 喜得白氏 连忙让人接下了 哎呀 想当初啊 谢三爷也曾来过洛阳 只是那时并未成亲 没想到 娶了如此一个端雅的女子 白氏笑呵呵的 殷氏面对她的夸奖 始终是淡淡的 几个孩子被打发去暖阁玩 殷氏带来的两个孩子皆是姑娘 也不管傅家其他姑娘 拉了傅明华的手 你就是姨母的女儿 早就听说你了 如今才看到 两个姑娘一左一右地 挽着傅明华 有些亲热 这两个孩子称呼谢氏为姨母 明显就不是谢家的人 只是四姓彼此联姻 难免有亲戚关系 既然是殷氏带来 便极有可能是殷氏的姑娘了 我叫殷丽芝 小子宝儿 她是我妹妹 殷丽叔 小子阿倩 上身穿粉色窄袖小衣 下身穿鹅黄色长裙的女孩 挽了傅明华的手 小声地介绍 一旁的傅明月 有些羡慕地想跟上来 傅家的女孩养在深归 若是平时无慎要事 别说是傅家姑娘 就连姑娘身边的大丫鬟 都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此时好不容易 见到有个年纪相仿的孩子 尤其还是江州来的 都万分的兴起 忙跟了上来 要一起玩耍 一旁的傅明侠 看到傅明月的动作 一把便将她抓住了 声音有些尖锐 你干什么 知不知道点羞耻 人家可看不上你 你上去干什么 傅明月被她抓得有些痛 虽然穿着厚厚的小袄 可是傅明侠小小年纪的 手上力道却不小 她有些吃疼的 要将傅明侠的手甩开 你放开我 原本挽着傅明华的两个姑娘 转过头来 刚刚傅明侠的声音 又没有半分遮掩 像是故意要说给三人听的一般 因立志冷笑了一声 旁人倒不说了 确实有些看不上你 收了我姑姑的礼物 转头对客人竟是大呼小叫的 傅家的规矩就是这样教你的 傅明侠一张脸长得通红 手里抓着的傅明月还在不停地挣扎 她几乎是有些火大的将傅明月一推 傅明月没想到她会这样做 冷不妨被她推倒在地 手撑到地上 傅家姑娘养得娇贵 那掌心一下子便破皮了 傅明月脸色一白 眼泪就在眼眶中打转了 周围事后的丫鬟没想到 竟然会出了这样的事 连忙上前将傅明月扶了起来 一旁的因立志可丝毫没有 要在别人家里做客 便小心翼翼的感觉 真是丢脸 我教训我妹妹 关你什么事 傅明侠最是好强 当着这样多人的面 尤其是还有傅明华在 被一个外人这样教训 他哪受得了 已经是要哭了 却强逼着自己不要哭出声来 今日知道有客人要来 他还换了促心的衣裳 可没想到客人对他并不善 反倒拉着傅明华说话 当下他心里就不舒服了 是不关我的事 你便是要将他打哭 又跟我有何关系 因立志撇了撇嘴 冷冷地笑 傅明侠只觉得 周围人都仿佛在看自己的笑话 眼中有泪 却硬是不肯滴落下来 想到之前 因立志说自己收了因氏的礼物 不就是拿了他的东西 才使得现在因家的人来嘲笑自己吗 因氏送他的 是一对白玉手镯 他之前还欢喜得很 戴在了腕子上 此时被因立志笑话 忙哆嗦着退了下来 想也不想的 便朝地上重重扔了下去 旁边的人还来不及阻止 不要你因家的臭东西 随着他说话声 一对手镯落到地上 枪枪两声脆响 手镯断为了几节 他身边的丫鬟 碧红惨白着脸 跪到地上 暖阁之中 顿时安静异常 只于傅明侠一张倔强的小脸 不服输地望着引立志看 外面传来脚步声 常嬷嬷出现在门口 夫人令奴婢来看看 怎么这边如此 他话没说完 便发现暖阁之中 气氛不对劲 蜜红跪在地上 常嬷嬷看到了地上 断尾几节的玉镯 再看傅明侠的样式 之前 殷氏送镯子的情况 常嬷嬷也是看在眼中的 发现镯子坏了 气氛又有些不对劲 他肯定是处理不了的 便连忙回去换白氏 白氏是领着一堆人过来的 看到暖阁内的情景 他脸色铁青 怎么回事 阴荔枝哼了一声 一副趾高气扬 摆明就是要欺负傅明侠的模样 傅家姑娘交得真真好 不只是打妹妹 还极有骨气地 把我姑母送的镯子给砸了 有本事把你们所有收过的东西 全部交出来才好 他掉头去玩殷氏 撒娇道 姑母 不好玩 我要回去了 我们带圆娘回去 玩耍两天吧 这里待一会儿我都嫌难受 当着傅家如此多人 一个孩子说的话 让白氏脸上无光 他几乎是有些恶狠狠地 盯着傅明华看 像是要问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般 一旁事后在暖阁的嬷嬷 战战兢兢地上前 将刚刚发生的事 对白氏笑声说了一遍 白氏几乎要睁着眼睛晕死过去 他冷冷望着傅明侠 这个让他一向喜欢的孙女 此时在外人面前 却使他丢尽了脸面 沈氏有些担忧 又有些心疼地盯着女儿看 中氏看到还通红着小脸 要哭不哭的女儿 强忍了心中的不快 只将女儿搂进怀中 看傅明侠的目光 像是有痴人一般 只是阴家的东西 受不起而已 傅明侠因为没有父亲 便尤其地倔强 此时阴荔枝说起这话 他想也不想地便开口 只是傅明侠没想到 他有骨气摔了阴氏送的一对玉镯 旁人却没有啊 白氏听到这话 利一声喝道 闭嘴 殷氏只是勾了勾嘴角 傅家果然交出来的女儿 就是有骨气啊 一句话说得白氏脸上 清白交错 若是不还东西 便证明他们傅家没有骨气 若是还了 得了句殷氏的有骨气称赞 可是白氏又怎么甘心呢 哎呀 亲家太太不必跟他一般计较 他不知轻重 冲撞了娘子 回头 我定会好好教训他 殷氏也不说话 只叹了口气 转头瞧谢氏 也不早了 我们一路进洛阳 累得很 明日二姐带原娘前来 晚少两天吧 谢氏还没说话 白氏便陪了笑脸道 那是应该的 谢家在洛阳之中 也有别怨 谢立真夫妻二人 此次前来洛阳 就暂时住在那里 之所以白氏没有为难谢氏 而是痛快地 就答应了殷氏的话 全是因为傅明侠刚刚的事 给闹的 殷氏也不便多呆 谢氏令傅嬷嬷带人去外院 通知谢立真 殷氏丝毫不给傅家脸面 只做了做 听到外头下人来传话说 三爷已在后他 便拒绝了白氏 要留他用晚膳的要求 领了谢家的人出去了 回到院落之中 白氏脸色阴沉得厉害 今日 殷氏不给他脸面 偏偏他还有气无处谢 只得由常嬷嬷扶着坐下之后 忍了又忍 怎么回事 傅明月还眼圈有些通厚 听到白氏问话 感觉到他满脸的怒火 正要开口 外头传来脚步声 身材高大 胡须花白 却不发有力 他连皮球也未劈 进来之后 目光在内饰之中 扫了一圈 白氏起身来朝他迎去 他却未理睬 直接越过白氏 坐到了刚刚白氏的位置 双腿微分 手搁在扶手上便问 怎么回事 他语气平静 甚至并不像刚刚白氏的 力声呵斥 却偏偏给人带来无形的压力 傅明月此时可不敢再哭了 屋内鸦雀无声 傅侯爷看到众人不说话 眼皮一抬 说 傅明月浑身打了个哆嗦 刚刚还一脸倔强的傅明侠 脸上这才露出窃窃之色 看了白氏一眼 一旁的傅明月就结结巴巴道 一 一娘子与大姐姐说话 我便想过去 二 二姐姐抓了我的胳膊 就说让我不要去 说他们看我不起 他将傅明侠如何掐疼了他 又怎么将他推到地上 再到阴里之飞扬跋扈 直指傅明侠收了礼物 还对客人不敬 最后傅明侠将手镯摔碎 而触怒殷氏的事都说了 一旁的钟使听到女儿的话 冷冷忘了沈氏一眼 就这样一个讨好殷家的机会 却被傅明侠这个蠢东西给阻止了 屋里气氛一下子紧绷 傅明侠心里生出一股委屈来 旁边沈氏吓得身体哆嗦 他对这个公公向来畏惧 此时见他发怒 忍不住就伸手推了女儿一把 希望他赶紧认错 好使傅侯爷饶他 沈氏嫁进侯府多年 深知公公为人 可偏偏傅明侠却是眼中含泪 越是害怕 倒越不肯服输了 孙女也没有说错 他们进了府还只跟 他话没说完 白氏眼见不对劲 傅侯爷的神情平静 一双眼睛中却透出冷色 深怕孙女儿今天要倒霉 伸手便掐了他一把 还不快赔罪 我没错 傅明侠正要开口 傅侯爷却点了点头 嗯 二姐说的没错 她确实没错 傅侯爷缓缓开口 目光落到了他身后 跪着的碧红身上 跟在他身边的是哪个呀 碧红此时面无人色 将额头抵在地上 嗓子发干 连话都说不出来 傅明侠的脸色 渐渐的就白了 傅侯爷道 下人服侍不利 严见主子行为不妥 也不加制止 仗达物实 以敬效忧 屋里的人听到这里 浑身颤动 一个身强体壮的男人 都不一定能挨得了五十板子 更何况一个娇滴滴的姑娘了 碧红是死气 身份低贱 此时主子犯错 却使他来填命 傅明侠浑身打着柄子 看面如死灰的碧红 被拖了出去 小丫头知道自己的下场 连喊也不敢喊 身怕连累老子娘 软瘫瘫的似一堆烂泥 还是两个婆子将他扶起来的 旁边的傅明依 牙齿壮得咯咯响 就连回府之后 颇为嚣张的傅仪秦 在父亲面前 也不敢喘气 处理完了碧红 傅侯爷又倒 二郎还没回来吗 今日谢家的人要来 傅齐贤竟然还在外面没有回来 白氏也是有些埋怨儿子 可再如何气恼儿子不给脸面 但傅齐贤仍是守在他身边 唯一的一个心肝了 但今天也确实是太失礼了 白氏就有些心虚 兴许是有事情耽搁了 傅齐贤在礼部之下的瓷部 任一个挂贤纸的官 整天吃酒玩耍 白氏说这话都觉得心中没底 傅侯爷冷笑了两声 脸上才露出亲切之色 元娘 你舅母带来的孩子 与你亲近是好事 明日你跟你母亲 去看望舅舅 好好玩耍 傅明华应了一声 傅侯爷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白氏咬着嘴唇 看外头婆子进来 盯着傅明侠看 傅明侠脚像是在地上 生了根一般不肯出去 傅侯爷像假装 没看到他的倔强一般 最后他被婆子拖了出去走 不多时惨叫声就响起来了 傅侯爷像假装没看到他的倔强一般